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说到这百胜楼艺术周 其实已经在昨天开始了 今天呢 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的就是这个正式的开幕仪式 这个艺术周会一直进行到下个星期六 也就是1月23号 那么这个百胜楼艺术周的开幕仪式是由 西大坡全国商联总会和百胜楼商联会联合主办的 那么这次我们展出的这个画作啊作品呢 就超过200份啊 那么今天这个开幕仪式呢 很快就要开始了 那先首先我来邀请的是 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很重要的两个人 一个就是百胜楼商联会的会长 Joy 早安 早安 大家好 欢迎大家出席我们的开幕 那另外一位呢 就是在我身旁的这位先生了 他是Terence 赵先生 那么在赵先生是这一次这个艺术周活动的这个筹委会主席 先请台湾孙说说吧 这次再次2022年主办这个艺术周 有些什么样的感想 今天早上我很高兴 看到这样多人在疫情的时候 还来支持 请大家要有一米的距离 小心小心 然后感谢艺术旅士会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们有七间画廊 为了这个展览 收集了好多精品 希望今天以后 大家来踊跃参加 说到百胜楼 我在想这里存有大家好多好多的记忆回忆 除了当年的轰动全城 就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这个急爆了人 大家都来看这个新窑现场演唱之外 其实这些年 百胜楼商联会 做了很多的努力 整个百胜楼 也有好多好多的改变 进驻了很多的商店 像刚才一眼望去的 比方说有大家熟悉的书店 有眼镜店 当然还有像近年来 开始进驻这里的一些画廊 甚至是乐器店 所以想问一下Joyce 这些年来 你的努力看到了百胜楼的改变 有些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在繁忙的生意的时候 放下我的生意时间 来做百胜楼的 主席 我很高兴我把他们带上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我每个月都有替他们打广告 boost他们的 boost我们的50个会员的商家 让全部的人知道我们百胜楼还是这么的繁荣 这么的残盛 很热闹 对不对 确实可以看到Joyce的努力 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 看到他在为百胜楼在社交媒体上 做了很多的努力 像Facebook 像Instagram 像现在这样子 如果你正在收看我们的面部直播的话呢 记得一定要like and share 多多like and share 只要你like and share的话呢 将会有大概50位朋友被我们选中 那么这50位朋友将可以获得的就是这一次啊 其中一位画家或者是多位画家亲笔给大家写的这书 字画 那这大概50份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一定要like and share 我们将会在明天通过这个面部啊 通过这个Facebook 你现在看的这个Facebook 来告诉你到底谁可以顺利的 呃 获取这个字画 那么从现在 从明天开始 一直到下个星期六吧 这段期间 只要到百胜楼的话 就可以来锁化了 详情我们在稍后的整段 面部直播再会告诉你 那这个时候呢 我先请Terence还有Joyce 先下去休息一下 现在我们要请来的是 下一位呃 今天另外一位很重要的朋友了 他是特别 我们特别邀请他来 呃给大家参与这次的这个 这个呃 这个呃 艺术周的开幕仪式 我们先请来的是呃 全国商联总会会长杨向明BBM 请杨先生上来给大家说几句话 杨先生请 对 早安杨先生欢迎欢迎 你好你好 谢谢你出席来支持我们的这个百胜楼艺术周 来 谢谢你 谢谢你们的邀请 谢谢你们邀请 尊敬的呃 德兰富沙季选区国会议员 新加坡中区设理会 新加坡中区设理会 市长潘丽萍女士 白胜楼三联会 主席 Joyce Ong 还有这个白胜楼艺术周 组委会主席 Talent Steel 赵审强先生 白胜楼周的各位 各个参展的画篮 还有各个会员 大家早上好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早上出席 这个开幕典礼 我感到非常荣幸 得到白胜楼三联会的邀请 担任今天的嘉宾 白胜楼的这个 艺术周的这个筹备工作 进行的非常的顺利 有功于我们的筹委会主席 还有他的团队的 努力不斜的这个 这个这个工作 还有在我们的三联会会长的配合之下呢 今天能够成功的举行 这个是大家都觉得是一件 光荣的事 今天开幕的仪式呢 除了在线下的举行呢 同时我们也在这个线上 通过Facebook呢直播 大家可以搜寻 Up Week at Blast Passage Complex 观看直播 谈到白胜楼这个地方呢 其实它是坐落在新加坡 文化艺术区的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充满的书香气息 我以前小的时候呢 是进度公教中学和小学 这间学校呢 是在归阴街 就是在两条 在这边 距离这边大概是 三百米的距离 所以在这个地点呢 我非常的熟悉 我从小的时候 都时常来这里 灌书店啊还有吃东西 白胜楼呢 这里 是我们 华人华语的文化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同时呢 它也是我们爱好音乐 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这里呢 在这几年来 也吸引了许多非常著名的画篮 进驻这里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许多艺术爱好者呢 他们都很喜欢来这里 购买画 还有一些艺术品 白胜楼成功能够成功的主办这个白胜艺术周呢 首先要感谢我们的有关当局的支持 还有当然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支持 还有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有关当局的支持 还有我们能够成功的主办这个白胜艺术周呢 感谢市长的大力的支持 还有筹委会 还有各位会员的大力的支持 我也要在这里特别感谢今天参加七家画篮的 七家画篮的 的那个老板们 他们是 纪亚信 南洋画殿 四宝斋 五玩书画艺术坊 金玉画篮 五玩角画篮 和品轩格 有他们的大力的支持 和付出 我们希望呢 这个 当然 希望 这个艺术周呢 能够成功的举行 全国三连总会 还有我们属下的这个 邻里企业中心呢 我们 积极的 就是 富吾我们的会员 我们也 就是 主办 常年的这个 邻里企业执行奖 还有 讲座 还有各个 不同的 这个 这个 所谓的 呃 这是 英文讲 Workshop 就是一个探讨会 同时呢 我们的 邻里企业执行的 邻里企业 中心 的员工呢 我们也是 有积极的帮忙 各个三连会 还有会员们呢 在数码方面的提升 在 百胜楼这边呢 我们的会长 Joyce Ong 他在这个 Facebook的英文方面呢 有特别的 心得 他事然通过这个Facebook呢 好 把白胜楼的一些活动 一切的一些宣传呢 就放上去 让许多 呃我们线上的朋友呢 都知道这个兴趣 好 所以我再次感谢 潘丽萍市长 的 百门之中呢 出席今天的这个活动 同时呢 我要感谢大家 大力的支持 我在此呢 也要向大家 拜个早年 祝你们新年快乐 好 事事顺利 好 身体健康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杨会长 全国商店总会会长 提早的新年祝贺 是的 刚才呢 杨会长也提到了 百胜楼这些年来 有了很多的改变 而且也跟上时代的步伐 数码化 这数码化很重要 所以今天 像这一次的这个 艺术周 百胜楼艺术周 也算是第一次 做一个新尝试 从 过去之前的这个实体 开幕仪式 到今天为大家举办的这个 在线 Facebook live的 开幕仪式 也希望在看节目的你 可以多多的like and share 多多like 让更多的人 知道 认识 百胜楼 知道有这个的一个 面部直播 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话不多说 现在邀请的就是 今天 这个开幕仪式的主兵 他又是 中区市场 同时也是 蓝乌煞鸡选区议员 潘丽萍女士 给大家说几句话 早安 潘女士 早安 新年快乐 我先向大卫 大家拜个早年 虎年行大运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生意兴容 还有大家健健康康 幸幸福福 开心 OK 那 Mr.Joyce Ong Chairman of Bras Barsar Complex Merchants Association 白胜楼商联会 会长 第一个女生吧 OK Joyce Ong OK Joyce Say hello to her OK 还有 每年 都帮助我们 举办的 每一次 都是我们的 Mr.Terence Teoh Singapore Art Week Organizing Chairman Thank you very much OK 还有 我们 特别 尊敬的 敬爱的 杨湘明先生 Mr.Yoyce Ong Where are you again OK 他刚才很 很严肃啊 可是他真的是 很好的 OK Very nice person Alright So Mr.Yoyce Ong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Federation of Merchants Association Singapore And we also have Mr.Qu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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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Chairman of Heartland Enterprise Center Guo Ting Shui先生 PBM 西亚坡 Ling Li 企业中心 的主席 还有我们 Bras Bassa 商林会 主席们 委员会们 大家都在这里 小宋 Mr.Qua 也在这里 他们都很 积极的 support 参与我们 这边的 举办我们 这里的活动 还有各位 I would like to also thank the organizing comity supporters I know Mock Lee is here Chu Mock Lee from Enterprise Singapore We have National Arts Council We of course have our beloved HDB commercial which is Hi Okay And they have always been very supportive 各位来宾 在线上 线下的 朋友们 你们一定要支持 我们的 Bras Bassa Bison楼 Bison楼 这个 我们这个 Hua Lang Suten 还有现在是 Hua Ten Okay So please support us Here is a very special If you look around I hope the cameraman will be able to see This is a heritage building This is where many of us Mr.Yu has mentioned Many of us grew up Some of us study in Catholic Some of us come to Bras Bassa to buy books And you know And so this is a very special place Upstairs of here Are my residents So it's a very unique Heritage building 那这里真的是个 非常经典的一个地点 是我们 这区里的 书城 现在是化城 变成一个画廊的中心 所以希望得到 大家的支持 那今天这个 非常感激大家 播出宝贵的时间 线上线下 来出席 今天上午 由 这个新加坡 全国商联会 总会 会员们 商联会们 来举办的这个 白圣楼 白圣楼艺术周 英文叫做 Bras Bassa Art Week at Bras Bassa Complex Art Week 看到没有 我就不再重复了 我们有几个 非常好的伙伴 七个画廊 在这里 刚才Mr.Yu也提过了 OK You can see here All the seven supporters of the art galleries to make this week's Art Week a very special one at Bras Bassa So please come down Today is only the opening and the launch Please do come down and support us all I think in many of the places here you can use Look there You can use the CDC vouchers as well or some of the places So please support us OK 那今天的开幕大人是由 在Facebook Facebook Live 举办的 我说Joyce 你真的非常 非常progressive 前进 OK 真的很好 来方便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所需要的 这个安全措施 要有这个距离的措施 所以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的 朋友们 我们希望您能在线上看到我们的开幕仪式 也是更重要的 来这里的画廊 画廊 我们来支持 OK 那 白胜楼呢 在过去几年 刚才Mr.Yu也提过了 已经引来了许多 除了书店 也引来了许多的画廊 那在大家的这个画廊 的鼎力支持下 所以有今天的这个art week 也成为 我们真的希望在这里 能 我们的Brass Passar 白胜楼 能成为新加坡新的艺术画廊 集中地 the art hub here so we want your support come down there are art shops book shops it's just a very very special place you know where also some of our residents live so do come down and support to buy your artwork 可以买到你所心爱的这个收藏品 还有可以来欣赏这里的画局画廊 好不好 那今天 so非常感谢大家到来这里 谢谢大家的支持 大家的关注 OK Let's make Brass Passar the truly heritage place where all the artists all the artwork and please support our bookshop art shop also art friend and all so please support them and you can use your CDC voucher here OK so thank you very much Joyce for making this happen Thank you everybody 谢谢各位 Congratulations 恭喜 恭喜开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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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潘市长 请潘市长留步 请潘市长留步 这个时候呢 我也邀请 这个这次的筹委会的主席 Terence 上来 把一份纪念品 送给潘市长 同时我们也邀请 Joyce 和我们一起 请来 不用 等一下 那我也想介绍 这里很重要 因为居民和商家们 都非常积极的 很多年了 Mr. Quack对吗 小宋 很积极的支持 一起合作 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 这个友情和partnership 所以我希望Mr. Quack 小宋 Mr. Ronny吗 你也过来一些 五个人 那你走开吧 哪哪哪哪 OK OK 好不好 随便一个 五个 一 二 三 多两位 OK so please support our merchants here OK I have your mic back 谢谢 我们掌声 再感谢这些朋友 好不好 我们有很多的机构 很多的朋友的支持 那现在呢 Terence要送给 这市长的 就是一幅字画 写着什么呢 春来 福到 春到 福来 谢谢 谢谢 还有给杨昌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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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市长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请杨先生 杨昌明先生 来 上来 我们也有一份纪念品 要送给你 来 我们请Joyce 把纪念品送给杨先生 谢谢 谢谢 也谢谢杨先生的支持 谢谢 谢谢 上面写着什么呢 福字 好 谢谢 谢谢 再次感谢我们 这五位朋友 谢谢市长 谢谢 杨会长 OK 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两幅字画 这时候是很好拍照的时候 那说到这次的百圣楼艺术周 刚才也略提到 得到各界的支持 很多人的贡献和努力 当然 也要特别感谢的就是NAC 国家艺术理事会 HDB 还有HECS 也就是新加坡邻里企业中心的鼎力支持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四位 很快的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这个导览活动了 我们就跟着大家一起去走走看看这次参与这画展的几间画廊 我们就从第一间开始第一间的是从二楼开始 我们就一起来吧 那我们现在要去的第一间画廊呢就是南洋画店了 说到这画廊其实这边加加减减的应该有十多间对不对 对 这会主要是因为期间比较早期成熟的画廊主办 而筹集了很多新加坡名家 比如说林子平 李铺茂 黄金城 等等等等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会更推向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作品 使他们能够更接近零礼 是那么其实说到这些画廊也是各有特色的 都有各有特色 有一些是感觉非常的现代的 那么同时有些是古色古香的 非常有味道 当然每个画廊他们里面的作品也各有特色 像有油画啦 水彩画啦 水木画等等的 那现在很快的我们要来到的就是 我们今天导览的第一间画廊 刚才也简单的介绍 那就是南洋画店 我们展的主要有四位本地画家的散面 特色是散面啊 有圆的 有散型的 那么四位画家是本地的 就是吴秋来 这个陈佩复 谢永宜 和这个沈天松 他们有些画画 有些写书法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画廊的郎主 他是赖燕红先生 我们也请市长进来看看一下 就是你看这边有一些代表的啦 这个吴秋来的作品 山水画 画鸟 这个谢永宜都主要书法 还有陪附的是 比如说他的书法在这里是陪附 我们这个是沈天松本地的画家 有圆的 因为这个以前的 有些散型是圆的 有些是散型的 画家干嘛 你好 各位给大家介绍 在众多的画作当中 哪一幅你特别有感觉的 哦 特别有感觉的 你的 你的 哦 我的 哦 OK 没 应该是这幅把耐得风霜 给大家说两句 哦 就是这个 那只八哥 他就在那个 菊花 就是水寒山友里面 菊花 猪啊 那么 他显得好像很冷静啊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都很 属于比较很有耐力那种 所以他们耐得风霜 坚韧不拔的精神 对吧 说的就是这一点 非常好 其实像在这个南洋画店里面 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画作 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也欢迎你们下来 来到百胜楼 这个二楼 0273的南洋画店 来参观一下 再次谢谢 谢谢莱先生 谢谢 谢谢 那现在随着我们一起到 今天我们这个 另外一间的画廊去 也是同样参与我们的导人 他就是四宝寨了 对吧 对 四宝寨也是一个 相当 相当 这个 有 有个年代的一个画廊 自从他们卖的那些 文房书宝以后 现在就终于新加坡本地的老画家 他们代理现在的展览是黄金城 洪亚地 陈楚智 跟 林子平 都是新加坡文化奖得奖的 都是得奖作品对吧 对了 文化奖得奖作品 都是我们新加坡老一辈的代表画家 就想问一下台人 这么多年来看到 这个书城慢慢地也成为了刚才提到的 书画城 对 应该是很欣慰吧 对你来说 对对对 我相信接下来有更多的那些 外头的画廊会跑来这里 跟我们竞争 特别是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面部直播之后 对了 那是好事 你在看到面部直播的话 记得要like and share 一定要like and share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今天的书城已经飞一般了 好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四宝斋了 来 四宝斋的这个负责人 他是吴耀元 今天他有点忙 有点忙 那我们请 负责人来给他聊几句 怎么称呼 封英 封英好 那么给我们的线上的朋友 介绍一下四宝斋好吧 四宝斋 我们主要其实是卖文房四宝 后来我们才改做画廊 然后我们这次的展出是 四个本地文化奖得主画家 他们的作品是 刚好是四大媒体 四个媒介都有 油画 秉析 中国画 跟水彩 比较出名的最老200岁画家 是林子平先生 就是现在你们看到的 这个林子平先生的画作 对吧 然后黄金城 黄金城 水彩画家 也在新加坡 有一段很长时间的 画家了 是 他们这里都是七八十岁的老画家 等一下我们前面的这三副 就算是油画 红亚地 红亚地 它是亚克力 亚克力 亚克力 然后画得很 跟油画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它的这个所谓风格 非常的独特 很多 这些 走向世界的那种概念 就是这个 看起来有点立体感 所以它是有点粗面的 对吗 对对对 它很放 很感性 而且它的体材是多样化 比赛 我们叫 local local scenery 就是本地的一些街景 风景的 它breakthrough 它不只画本地 它画香港 外国 也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性画家 可能我问一下市长 潘市长 看了这几幅画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子的 我很喜欢 而且因为 画家都是有资深的 所以我特别 可能比较贵吧 really love it 不是说贵 价值非常高 很值得 非常值得 还有我们这里的 我们的city 中区的有 安湘 Hill 还有那个不懂是哪里 不过 看得出是中区的 所以我特别 Raffles Hotel 是以前的Raffles Hotel 太好了 so you've got a lot of memories a lot well I'm Central 我是Centro的 所以我看到这些都特别有 特别有感觉 又很熟悉 对吧 感觉很有 对 虽然我们来到个四宝斋 看起来小小的 然后呢 就是这几幅作画 但是收藏的就是四位文化奖得主的作品 所以有机会的 赶快来到 0241的四宝斋 来看看 那我们在这里就这些四宝斋的负责人 谢谢你的介绍 我们马上要来到 要去的就是另外一间了 来请 下一站 下一站就在三楼 所以你看 其实在百圣楼 每一层楼都有画店 都有这个画廊 刚才二楼 在二楼就有特别两间 现在我们去了三楼 叫做艺展社古玩书画艺术方 艺展社这一回展览的画家 大部分也是本地画家 他们有李富茂 黄一慧 林昂章 等等 然后也好多位是文化奖得主 或是未来的得主 你看到他们的潜力 对对对 画得非常好 然后呢 他们是很认真的 是策划 这个展览 等下你到画廊看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那种气氛 跟一般的画廊 有一点稍微不一样 然后希望大家都来看看吧 是 以后我们会更加努力 因为有你们的鼓励 其实 还没跟你们说 Terence也是这里的 其中一间画廊的郎主 我们等一下 当然会去看了 对不对 我们去的是 四展社 我们去四展社 我们去四展社 GR是我们今天的另外一间 待会儿一定会看 也是在第三楼 刚才讲的都是GR的 刚才说的都是GR的 那么四展社呢 四展社它主要是 展一些所谓古玩物 当然它这一回为了 跟我们一起联展 它也收集了一些 我们叫做二手市场的新加坡作品 就包括王金城 包括李富茂 等等等等 他们 从中国过来到现在 已经是很多年的 变成新加坡公民了 我们也应该鼓励他 融入我们 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个画面上的这 四张 是四张脸 对吧 看到的是三张 特别有味道 我们就请他的负责人 张世友 你好 欢迎大家 给大家介绍 欢迎欢迎 谢谢 谢谢张先生是吧 我们的古王叶贺王呢 张先生是这里 这是吴先生来的 吴先生 这些都是在新加坡 一个大收藏家 刘维庆的收藏的 这是我们亚唐 对 这里面都是一些明清的 明清的 这么久的历史了 对对对 确实的 从各地的一些拍卖公司 拍来的 对所以才叫做古玩 对吧 除了古玩之外 当然还有书画就在里面了 内有前空来 我们跟着 这些过去都是我国的一些名家的书法 像这个是那个李福茂的 这个是攀寿的对联 还有这个是陈建波的画 跟这个对联 那么接下来还要有这个耐绿龙的 这些书法 都是很珍贵的 那么你看我们再翻过来看一看吧 这些都是很珍贵的古董 而且刘雨昕它是从各地的拍卖公司拍来的 好像你看这样的大盘 康熙的 对对 这也是康熙的 乾隆的 这个康熙的 这些都是长期在这里 都是会在这里拍 也是送败的对吗 这个都 非受品 非受品 长期在我们这里展示 长期展示 让大家来分享 因为一开始 这个负责人已经说了 就是清明的这些古玩都在 这些呢 强效的这个 也是在新加坡的一些书法家跟这个画家的 好像这个是中年的书法 陈文希的 还有这个陈建波的 都有 还有这些李胡茂的这些都有 我们刚才看了只是其中一部分 另外一边还有另外一间 来马上跟着来看 这边有更多的啦 这边是南洋团的这个内化碧烟湖 是中国的 碧烟湖 从里面画出来的 这些东西都是很珍贵的 大家要看仔细了 它是从内部画出来的 钩笔从内部画出来的 怎么做到这一点 对 他们这个也只有中国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用一个很纤细的这个笔 在里面做画书法 所以并不是我们以为的 这个瓶子 可能之前把它拆开来 画了之后再把它缝合在 不是这样子的对吗 这个也是我们新加坡 新加坡特别收藏的 全世界的一些最好的内化碧烟湖都集中在新加坡 就只有你们这里有了 那就是这个艺展社古玩书画艺术房 好像这些就是我国的一些 民画家的油画 油画 陈芝凯 陈楚智 卢明德 郑木葵的 这些都是 都是香当当的名字 就是 这些都是一般像 好像这个并且里面的张木葵的 这部是特别的油画 是他的艺术精品 非常的亮丽 鲜艳 鲜黄色的一副 好 那非常谢谢给大家介绍了这个 快快的走了一圈 这艺展社古玩书画艺术房 就在0341 谢谢 谢谢你们介绍 非常感谢 我们已经走了三间了 刚才 Taren姐给大家 简单的介绍了这个 现在我们要去的 这个G-Art 也就是敬意画廊 那画廊里面这个 现在进来这个画廊 和刚才我们看的那个 就很不一样了 单单在这个色调啊 灯光啊 还有整个空间 就很不一样了 比较 现代 比较典雅 然后有很独特的 所谓个人画风 像刚才我们在的 去的那一间 古玩的那些展览很多 有些纯粹只是展览而已 是非卖品的 那还有其他的字画 接下来我们去的这间G-Art 就更多 我现在说纯粹就是画作了 对吧 对 他们是纯粹以作品为主 然后很多其实也是 个人收藏 然后好一阵子以后 拿出来卖 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藏家 是 那么艺术作品才会 一次元续下去 那负责人啊 Joy是年轻人嘛 所以像刚才财人姐介绍啊 里面的一些画作 也包括了一些 明日之星 年轻的很有潜力的画家的作品 对对对对了 对了对了 你看我们马上就到了 看到了看到了 来你看我们已经看到 他的玻璃了 对 从外头也可以看到一些 他们的这个画作的展示 像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些 都是一些名家作品 好像许孟峰也是文化奖得主 李富茂也是文化奖得主 李富茂是这一家 对了 然后 藩寿已经去世的老书法家 这他的字 也在这里了 对对对对 前面这个布置 来我们现在就进入Gart 请来的是Joy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笑 曹安Joy 欢迎来到精英美术馆 Gart Gallery 欢迎欢迎 给大家说说吧 先给大家说说 来到了Gart 给我的第一感觉 这里很宽敞 然后呢 那个灯光呢 很有感觉 所以这是你们Gart的最大特色吗 还是其他 你想要告诉我 当然我觉得 这所有的灯光啊 感觉啊 其实只是一个 营造一个氛围 那最主要的 其实还是里面的艺术 因为有些人就问我说 这个画廊很漂亮 是你的吗 我说 是你开的吗 我说是的 这是我的事业 当时更多的时候 这是我的生活 所以我们会在我们画廊这边 看到外面花花草草 然后里面的诗情画意 其实这都是反映我个人自己 或许我们快快的 让在看Facebook来的朋友 也可以看到这里的画作 我们就边说边讲好不好 像这一幅啊 这一幅呢 这一幅红毛单 是当时我们的艺术家 因为郑木奎先生画红毛单是很少有的 对 然后他的孩子当时也是有来我们这边参观 他很惊讶 他说哇 这张红毛单他很怀念 我父亲当时画的时候的 一名老画家 对 然后这也是同样的一个艺术家 郑木奎 那么呢 他这个牛也是我们的常家来定制的 他在《牛合早报》出版过的这个 对 然后他是比加索那种几合图形的一个构型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简练的 很明快的色彩搭配 其实在巨亚这里还有很多的一些作品 有没有另外一幅你想专门为在看 Facebook来的朋友介绍的 另外一幅 你感觉特别深 其实这个也特别好 这个是吧 对 因为正好就在我们这幅的旁边 他也是画牛的 他是李曼峰 李曼峰呢 是印尼的宫廷画家 那么宫廷画家 他的本身的分量就 很超越的 很高的 对对对 然后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印尼的艺术呢 基本上就是他们的一种特色 可是呢 在李曼峰的这个艺术里面 他加上了一些 你南派的一些书法 就是书法的那种线条 然后呢 使他的那个呈现给我们的 不管是色调啊 还是什么都很高益 就是跟我们普通看到的油画 也有一些区别 肯定 很古典 这里的画作很多 然后很多的细节 需要你清零 来到这里呢 慢慢的看细细的看 那如果你来到这里之后 GR的 在三楼对不对 034 03 若Joy也在的话呢 你可以请Joy给你 亲自介绍一下 我们里面还有一个茶室 要不要稍微的过一下 我们有时间的话 快点去看一下 可以吗 嗯 茶室 我觉得这个茶室 对我来说了 这是我的一个定义 对 然后这是我们所办的一些画展 比较多 所以他们在这里 可以喝茶 对 我是说 所以我说 这里是我的生活嘛 你的生活 所以 但是艺术呢 本身就是源于生活的 所以呢 跟我们很大的一个关系 跟我们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艺术好像隔着玻璃很遥远 其实它离我们很近的 它就是我们的生活 它就是我们的生活 是的 所以呢 欢迎大家来这里 茶室跟我聊 好 来找Joy 谢谢Joy 谢谢你的介绍 所以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这个参与 艺术周的另外一间画廊 那就是位于三楼 0303的 静翼画廊 G-Art 那下来我们要去另外一间了 这间就由 画廊狼主自己来介绍了 好吧 Terence 那叫做 当初啊 我记得当时啊 之前我来了 这个百胜楼啊 跟Joyce聊天 那Joyce就特别把我带到这个 名字 诗情画意的 很美的一个地方 叫做好望角 好望角画廊 我其实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 我平时代理的大部分也是 第二代画家 包括刚才我叙述的 林子平啊 蔡依西啊 这些洪亚帝 陈楚智等等 都是七八十岁 或者到一百岁的画家了 然后现在呢 这一回我为了鼓励 叫年轻的 那也不是很年轻 五十跟六十岁的两位画家 叫做朱宏 邓鲁能的连展 然后他们呢 两位的一个特点 都是画新加坡的 这个我们叫Citiescape 就是Shot House街景等等 那我很好奇了 也很期待 希望这两位画家今天 应该都在 应该都在 好我们赶快进去 一个是画油画 一个是用水墨画 好好好 刚才你说了这个 陈先生还有邓先生 对吧 两位画家 朱宏 陈鲁能 邓鲁能 朱先生 还有邓先生 两位的外星 你看 那么强眼 邓先生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那么另外是 朱先生 就是刚才 Tyrance给大家介绍的 在这次 在这好望角的 展出作品的 两位主要画家 先说说吧 这次参与 我们这个艺术展 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 心情是 好像说 我们难得有机会参与 这个好像说 属于国家集图办的一个活动 心里很高兴 你的作品是哪个 给大家介绍其中一幅 你特别有感觉的 哪一幅 给大家 就这幅吗 这个是我在 那个叫 如切 如切写生的作品 我基本 主要都是用 用黑白来表达 这种 怎么说 家东一代那种 娘娘 他们的生活 以及他们的那个 建筑文化的一些特色 因为他的建筑特色 跟其他的旧房子 可能不太一样 他在世界的那个 那个雕琢上 会比较讲究一点 所以在这个作品的 那个创作方面 我们也是以 同样这种方式 就是画得更细腻一点 希望能够表达到 他们这个整个族群文化 跟这个社区的那种变化 跟那个世界的 怎么保留下来 是 看了刚才 邓先生的形容 很多很多的细节 刚才你也大概看到了 这些细节 我们说 所有的精华 都藏在细节里面 自己来看一下 顺便都是的 对吧 这面墙 这些黑白的 都是属于邓先生的创作 好 谢谢邓先生 那另外一位是 朱先生 对吧 你好 你好 来来来 欢迎 你的作品又在哪里呢 我的大概这些油画作品 油画的 猜测的 全部 所以大家看到的那边 这些都是对吗 这些都是 那通常你的作画的 那个灵感来自于哪里 好像是我们熟悉的一些街景 其实你看的是 大家都熟悉的 对吧 其实我画的是 画我自己对于这个建筑的感受 你人在当下 在现场 对对对 其实在现场 比方说 你看这一张 这张红房子 这张红房子 你看到 那个Gatton 有一间 红色的 就在加东 加东 这到天桥还在那里吗 还是你 天桥真的是在那 还在那 天桥在这画的 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把这两边 连接在一起 而且当然你看一张画 就可以看到 他其实画你自己 对那个场景的感受 而并不是 一模一样的 在现出来 所以说 我相信画 在画品中 你的感受是很重要 个人思想很重要 它会抽象出 你对于 这地方的情感 所以我对画 完全是蛮外害 但是我一眼望去 看到朱先生的这个作品 特别是房屋 都歪歪斜斜的 那是一种你当下的 什么样的经历 其实大家 每个人认为我故意画 其实我可能 我根本没有感觉它是邪 所以是这样 我自己是感受是这样的 所以大概就是画出这样 了解了 那回到这部 好像刚才你提到的 你当下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还会画出这样的一幅画 它热闹 然后杂乱 有一种味道 其实画是有一种味道的 你看普通的话 你只看到颜色 看到色彩 看到感受 其实画是有一种味道 你可以秀一点什么东西的 在你的画作里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那边有热气 有烤面包的热气 有人来人往 天气热 车叫 有声音的 其实画出应该是这样 不仅仅是你看到画面 一个静止的 而应该你是感受到很多东西在里面 很抢眼的就是那栋红色的墙了 我在想当下 那栋屋应该对你感觉特别强烈 那一张 当然还有很多了 朱鸿先生的作品 有牛车水 有我们的市区的风景线 还有很多很多 当然还有一些后像 这个是后像对吧 这幅 其实后像 我也是很喜欢后像 很像静静的乱乱 细节更多 味道更浓 对 所以说画是要有味道的 就如刚才我们在GR的 这个Joy所说嘛 艺术是我们的生活 非常贴近生活 你看我们看到的这些作品 就是在生活中 对 其实是这样的 好 非常谢谢朱鸿给大家介绍 谢谢你 很快的 我们马不停蹄的 现在要去的是下一站 下一站是在四楼 四楼 很快的 尹轩哥也到了我们的最后一站了 对吧 对 真的是我们的最后一站了 当然尹轩哥不单只是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五间 还有下来的这些品轩哥 并不只是这样而已 都说了苏城这些年来 有很多的这些画廊啊 画家都纷纷的进驻了 对吧Joy 现在大概前前后后加起来有多少 有十多家 大概十二家 我发过去啊 大概十二家 大概有十二家画廊 有的是没有参与的 这期间是他们联合一起主办的 除了画廊之外 我们刚才也略提到 在这百胜楼 今年来也有其他的一些零售店进来 像我们等于看到的这个 那个是卖零食的对吗 大众书籍的新的卖零食部门 大众是我们的真山之宝 除了他也有一个电器部门 电器部门卖了很多电器啦 电脑啦 Pinter啦 很方便我们也是 还有很多的那些 艺术作品的 卖艺术作品的那些 零件啦 配件 还有那个广告 广告设计的 商用的 我们这边也是有时间 那说到品轩阁啊 我们今天 这个导览的最后一站 也是 我们来领取这个作品的 那个画作的地方是吗 是 也就是说 只要你like and share的话 我们有50份 50位朋友呢 将会获得这个字画 最主要就是一些字啦 到时呢 你就来到四楼 0411的品轩阁这里 向他们索取 我们会在明天 在这个面部 在这个Facebook这里 贴出这些获奖的朋友 那么来接待我们的 是品轩阁的 Cony 对吧 Cony 早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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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手给你啊 继续吧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品轩阁好吗 好 我们先进去看一下 好 这次我们展览 是有三个书法 两个书法家 一个画家 其中一位是这个 宜泽先生 宜泽先生 宜泽来 他人在现场 因为年轻人 来来来来 宜泽 我叫谢宜泽 谢宜泽 谢先生 来给大家看看 你的这一幅字 说些什么 我买那个书吧 那个书呢 先介绍一下 好 那么 我帮你拿 OK 好 那这个是我们 在疫情期间呢 我们做了一本书 叫新加坡封城日记 然后我们的这个 书的作者 郭书鸣老师呢 就在这个疫情封城的期间呢 就写了99首诗 我们就结集出版了 这么一本书 然后我就将他的这个古体诗呢 就写成了我们传统的书法作品 那这一章是当时在武汉疫情爆发的期间写的 上面写着 贺楼雷火医有数 贺楼就是武汉的黄贺楼 雷神山火神山的医生 他们医道有数 因为他们的付出 所以我们可以通渠九省富安昌 寄托了我们在疫情期间的一个美好的祝愿 希望疫情能够早日日的离去 谢谢你 好 就把你这个疫情的关怀的关注点 用字把它表达出来了 非常配合 非常应时 应节 应时 对 还有一个就是胡康的老师 他主要是专科 谢谢 哪一部 这些专科就是 专科 专科就是这些印章 就是这位 这位老师 胡康的老师 胡康老师 你好 你好 这些专科 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所做的一般上都是一些比较细致的科 那么其中一个需要跟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我能够做一些人像的雕刻 跟普通的这个印章稍微一点普通 那么我也做好多的这个钻刻的工作 那么可是我有三十多年没有动笔 动刀 所以变成拉了一段时间 可是呢 现在我重拾 重拾你的刀 拿底我的笔 在做一些这种很重要的工作 我觉得在这个退休的年龄 来做的工作是应该的 刚才你提到人像的雕刻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几个 比方说这个对吧 这些 这样子的吗 这个也是 这些就属于人像 特别难 特别考功夫的会吧 那当然 因为难度是在 一把这个人像刻的会像这个人物 同时要稍微艺术化 才是有点工作的需要 就对着他的照片 跟着他的照片来刻 天哪 因为不可能找那个模特让我刻两个钟头 是 而且你要我对着照片来画 他不可能画到这么栩栩如是 更何况是刻出来对吧 当然 当然 通常如果要刻这样一个人像 的话要多长时间对你来说 那可能是几个钟头 甚至于有的时候几天 因为我的时间呢也是不稳定的 因为老实说 这种东西比较细腻 有的时候刻坏了要重模 所以变成呢 就重来的意思 很心疼 很可惜 但是呢 这也是很考这个任性和耐心的 对吗 这个耐心非常重要 我们期待看到你更多的作品 因为你说你最近重施你的刀了 刻刀了 希望看到更多更多 好不好 还有这个是虎子 这个虎子呢 我是用这个 不是用笔 因为笔没有那么大 那么我用布团来写的 布团啊 等一下我可以示范一下 就在外面对吧 好 好 布团写字 诶 这还很惊心的对我来说 不再是笔 好 就在外面写字 我们不如现在就去看 好不好 就让他来给大家示范 还有多一位是吧 就是画花鸟的 因为地方有限 所以我都把它放在这个荧幕上面 就是我放的这两张 给大家介绍 这位先生是中国四川的陈城鸡 差不多有七十岁左右吧 然后因为我们地方小 没有办法全部放下这个展厅 所以我们引进新的科技 都全部放在电视机的荧幕里 外面的屏幕上 就在这边 所以如果参观者来到这里的话 就可以先再看屏幕 看到他的作品了 对对对 很好 这又是像数码迈进的一步对吧 对对对 因为政府鼓励我们数码嘛 加油加油 所以我们就要加油啊 好的好的 很快的我们就绕了一圈的这个品宣格 现在我把大家搭在外面去 刚才这位老先生不是说要给大家示范 就是这个了 刚才说的这个数码屏幕 陈城鸡的作品都会在这里看得到 好好 好 行 好 那现在我们是要看 那老先生用布团来写字了 对吗 好好好 我们请他来给大家 现场示范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要用布团来写字的话要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准备的是金粉 对吧 看到的这一叠 嗯 还要写什么样的工具呢 质感 好 那我们马上请胡先生给大家用布团来现场 回好一下 要给大家写什么字 也是虎字 今天虎年嘛 我们期待虎虎生辉 我们在这段时间 就是拜六礼拜时间 我们就会在这边当场徽宣 也送给一些喜欢的人这样 其实往年的艺术周 你们也会在这边这个空间办一些活动对吗 让大家自己来亲手又动笔画画写字都有对吧 这次也是 这次也是会有 嗯 就是有时间性的啦 星期六 星期天 星期六 星期天 因为平时没有人嘛 嗯哼 然后我们请老师下来 又浪费时间 所以是这个周末和下个周末 还是接下来几个周末都有 没有我们就是这个周末 在艺术周嘛 对嘛 这个星期是我们的艺术周 这个拜六礼拜和下个拜六礼拜 好 所以 我们有这些老师就这边当场 跟朋友借言 想来学习 想来切磋的朋友 特别是写字啊 作画的话呢 欢迎来到这 品轩阁外头的这个空地 这个是0411 0411外头 胡老先生给大家写的这个虎字啊 很特别啊 如果你刚刚上我们的面部直播的话 我们的这个现在进行的就是这个艺术周 来到了最后一站 给大家用布团写着虎字的就是胡先生 就这样子是吧 我们掌声感谢一下 鼓励一下吧 写得真好 谢谢 我现在需要的就是上一个款 那么用手笔来写 再附上一些字 写上他的名字 了解了解 所以如果如果 才之前没有名字不之前 所以如果如果来到这现场的朋友 他们也想象这胡先生 请教学习用这个布团写字的话 应该有机会对吧 今天明天还有下个周末同样的 大概几点开始呢 在这边的这个团案是11点到6点左右 一般上 上午11点到6点 好的好的 非常难得 对我来说也算是第一次 看到用布团做法 你没有上班的时候你可以来走走 对对 好的好的 那特别是在这个百圣楼一带的朋友 中午时间对吧 午餐时间吃了午餐 不方来到这里 0411品圈格外头来 就是这两天了 还有下个周末 下个拜六礼拜 嗯 嗯 非常非常的难得 好 你也喜欢这些吗 非常 非常 对对 因为刚才我们都说了 像这样子的字也好 画也好 或者是像胡先生所提到的 如果你要做这个雕刻 你的刻钻 非常考个人的耐心 还有这个集中力 对 它可以让一个人的那个心境 沉淀下来 对 是一种修身养性的艺术活动 对对对对对对 你自己本身也做话吗 我自己没有 我讲话 哈哈哈 他讲话 但是你把很多的好的作品介绍给众人 对 这也是功德无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谢谢 谢谢 而且提供了这个空间和平台 让年轻人像刚才你背后的这位谢先生 有机会展现他们的作品 让他们创作 有这种必要 因为如果没有真正是断层 对 断层 年轻人有些时候他想走出去也很难的 嗯哼 可以 我们可以做多少 我们就做多少 尽力 我在想在百圣楼啊 其他的画廊的廊主啊 也是秉持着这样的一种态度 这样的一种心情 希望说除了有这样的一个创作空间之外 更重要的也是一种铲成 对对对对对 这样的艺术千万不能断 特别是他的这个手艺啊 所以 但是这一行也是非常艰难的 你要喜欢 你才有办法做下去 如果你没有那个兴趣 你根本不能做 就是这副热情 就要让那鼓的力量 推动身上这样的情况 我看这个胡先生 应该要差不多把自己也玩了对吧 对对对 Terence 有些什么样的感觉 很好很好 今天总有机会 难得的看 无线现场写字 现场会好 而且是这个是更 很巧的我们的这个 五年马上到了 更加有意思 好的记得了 现在在看面部直播的朋友 那刚才一开始也说了 只要你like and share的话呢 我们准备了大概50份的字 都是新加坡的这些 艺术家给大家签笔提写的 这些字要送给你的 所以赶快like and share 我们会在明天 把这个名字 你获选的名字呢 放上Facebook 当你看到你名字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下来 这个四楼0411品轩阁这里 向他们索取这个字了 记得了 一定要like and share 更重要的就是了 把这样的一个地方 要介绍给更多的朋友 特别是喜欢这个艺术作画的朋友 书成嘛 这些年来都很努力的 在与时并进 包括了邀请更多的这些画廊 进住 那么把这个艺术传承下去 把这个艺术 介绍给更多的人 介绍给更多的人 好的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胡先生 现场给大家提字 刚才看他如果你看刚进来的话呢 看到这个非常 力度很够的 就胡字啊 就是胡先生用这布团写出来的 非常难得 那很快的 我们今天的这个艺术周 百圣楼艺术周 也要来到了这个据点了 我们今天 在同时一点开始 在楼下的这个大厅 为大家介绍这个艺术周 昨天就开始了 那么今天算是正式开幕 会一直进行到下个星期六 每天都有了 对吧 这个画廊 特别是周末时间 这个周末 这两天 还有下周末 可以的话呢 可以来这里走走看看 参与这个画廊的活动 如果这个画家在现场的话 或者是郎主在现场的话 可以给你做进一步的介绍 千万不要错过了 那再次要感谢 这次百圣楼的商联会会长 Joyce 还有艺术周筹委会主席Karen 当然还有各个郎主 这个期间画廊参与的负责人 包括了Conny 给大家介绍 希望大家把握时间 还有争取机会 到百圣楼来 特别是这些画廊 来走走看看的 最后我就想说几句话吗 我要我仅代表百圣楼商联会 全体理事 感谢大家的力领 以及参与这次的活动 在此我也想感谢 新加坡全国商联会 以及新加坡邻里 企业中心的顾问团队 为这次活动 能够顺利举办 而付出的努力 辛苦工作 由衷祝福 百圣楼一苏州活动 顺利成功 为大家带来 不一样的体验 谢谢 谢谢Joyce Terence 还有什么几句话想说吗 来我过去 我过去 我太高兴了 大家都能聚在一起 希望明年 我们有更好的一个聚会 让大家 艺术爱好者跟灵力 都能对艺术产生 更大的兴趣 我觉得很难得 百圣楼艺术周 上一次是实体 这一次我们做了一个新的尝试 我们把它搬上线 来一个在线的开幕仪式 还有一个导览活动 很幸运 我很期待 下一次明年的百圣楼艺术周 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和姿态出现 我们一起期待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把握2020年百圣楼艺术周 已经开始了 一直到下个星期六 1月23号 希望你会出席 会可以来到这里 逛一逛看一看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一个小小的纪念品 送给的就是 企业邻里中心的负责人代表 我们先请杨会长进来 把这个纪念品赠给 谢谢 可以了 谢谢杨会长 这个发给你们两位的 那个可以 谢谢 这个是德明的 谢谢 德明他要送你一部 好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们先跟在线上的朋友 收声在线 谢谢你们 谢谢 记得出席 2022百圣楼 艺术周 我是德明 拜拜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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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看 他们必要快点 他们必要再费 这一副圣语 哎呦 这么客气啊 你跟老师拍一张照片吧 好好好 OK 老师 拿起来吗 拿起来吧 拿起来吧 我先把东西放下 现场的 现场的 你们 呢